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 如果拜登总统突然退出竞选, 民主党将如何选出新的候选人?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有两条可能的路径, 一是通过虚拟投票, 二是举行自1968年以来首次开放大会。 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政治决例, 可能充满混乱和不确定性。 从拜登的代表,自由选择新候选人, 到各方势力争相争取支持, 这过程将充满戏剧性。 最终,能否迅速团结在一个候选人周围, 将决定民主党能否在短时间内重整旗鼓, 迎接四面八方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拜登可能退出竞选, 民主党如何应对挑战? 作者,美国《华盛顿邮报》特约记者, 2024年美国政坛风云变换。 当拜登总统面临健康和年龄问题的挑战时, 民主党内部的声音也越来越高, 有人呼吁他放弃竞选连任。 这一可能性让整个党派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么,如果拜登真的退出竞选, 民主党该如何选出新候选人呢?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拜登退出竞选的可能性和影响。 如果拜登决定退出竞选, 他所拥有的近3900名代表将自由选择他们的新支持对象。 这意味着, 这些代表可以选择支持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候选人, 而不再必须支持拜登。 拜登的影响力并不会完全消失, 他可以选择支持哈里斯副总统或者其他有潜力的竞选人。 然而, 这些代表们最终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党有两条路径来选出新提名人。 一是通过虚拟投票, 二是举行一次开放大会。 虚拟投票的目的是在大会开始前确定提名人, 而开放大会则是在没有候选人拥有明确代表多数时进行的竞争, 类似于一次小型初选。 这是一个充满变数且可能混乱的过程。 在这两条路径中, 虚拟投票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 党内领导人计划了一次大会前的虚拟投票来正式提名拜登, 这次投票可能会被推迟或取消。 如果没有虚拟投票, 决定将在大会上做出。 如果虚拟投票成功, 提名人将在大会前选出, 这样可以避免选举过程中的混乱。 然而, 如果拜登退出竞选, 虚拟投票可能会变得复杂。 届时, 数千名代表将成为自由代理人, 无需选民参与, 他们可以自行选择候选人。 这些代表分为两种类型, 承诺代表和自动代表。 承诺代表支持周选民, 选择的候选人, 但他们有一定灵活性。 而自动代表, 通常称为超级代表, 则是党内的高级领导人, 他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不能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投票。 另一条路径是开放大会。 这是一个极未罕见和充满挑战的过程, 自1968年以来未曾出现过。 如果民主党未能在大会前通过虚拟投票确定提名人, 这次大会将变成一场争夺支持的混战。 每个候选人需要至少300名代表的签名, 才能参加点名投票, 而每个州最多只能有50名代表签名。 这意味着候选人需要迅速组建自己的支持阵营。 在开放大会上, 州党领袖将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幕后操作和交易, 试图将他们的代表团结成一个投票集团。 候选人及其代理人可能会在酒店、 酒吧等各种隐蔽处寻找代表进行拉拢。 这可能会产生一些戏剧性的场景。 例如,在1976年共和党开放大会中, Jerald Ford的一名代表摔倒并严重受伤, 但其他代表并没有急着送他去医院, 而是用大会节目单固定他的腿, 并让他保持在投票距离内, 因为他们担心他的替代者会投票给Renold Reagan。 开放大会的第一轮投票将非常关键。 如果一名候选人在第一轮中获得多数代表的支持, 那么他就将成为提名人。 然而,如果没有人获得多数, 将进行第二次投票, 这时大会将被认为是经济大会, 这个术语源于过去的会议, 当时党内权力前客, 进行了大量的交易和施压, 以争取选票。 自1952年以来, 这样的情况尚未发生过。 在第二轮投票中, 超级代表将进入投票池, 这些重量级人物的支持, 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投票将继续进行, 直到一名候选人, 获得多数代表的支持, 并被命名为党的提名人。 这是一个可能会成为好的电视节目的过程, 但对于党内团结而言, 并不是最理想的情景。 历史上, 1924年民主党经过103轮投票, 最终选定了妥协候选人John Davis。 然而, 结果并不理想, 现任总统Kelvin Coolidge 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Davis。 因此, 民主党领导人将被激励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以便新提名人能尽快开始竞选, 避免重蹈覆辙。 总的来说, 如果拜登决定退出竞选, 民主党将面临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他们必须迅速选出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 并团结所有的代表, 以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占据优势。 无论是通过虚拟投票, 还是开放大会, 这都是一个需要谨慎操作的过程,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民主党在未来数年的命运。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如果拜登总统决定退出他的连任竞选, 这将引发民主党内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策略, 以选出新的候选人。 这个过程需要迅速, 有效地确定一位能够代表民主党, 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并且避免造成过大的内部分裂和混乱。 以下是这个过程可能如何展开的详细步骤。 一、自由代理人和初步支持。 如果拜登决定退出竞选, 他的代表将变成自由代理人, 可以自由选择支持新的候选人。 拜登可能会公开支持某位候选人, 并试图说服他的代表遵从这一选择。 这种支持可能会集中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身上, 因为他目前是最有可能接替拜登的人选之一。 二、潜在候选人加入竞选。 其他民主党内的潜在候选人可能会看到机会并宣布参加竞选。 这些候选人可能包括现任或前任的州长、参议员和众议员等。 三、党领导人的角色。 民主党领导人将积极努力, 试图说服代表在某位候选人周围团结以保持党的统一和稳定。 他们可能会进行大量的幕后谈判和协调以确保在大会前达成共识。 四、虚拟投票。 民主党已计划在大会前进行一次虚拟投票来正式提名拜登。 如果拜登退出, 这次投票可能会被推迟或取消。 党内需要决定是否仍然进行虚拟投票来确定新的提名人。 五、全国代表大会。 DNC如果没有在虚拟投票中确定提名人, 最终的决定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 这个大会可能变成一个开放大会, 即没有候选人拥有明确的代表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 大会将进行多轮投票, 候选人需要争取每一轮投票中的大多数代表支持。 六、代表类型和分配。 民主党代表分为两种类型, 承诺代表和自动代表, 超级代表。 承诺代表通常支持初选中的胜出者, 但如果拜登退出, 他们将变成自由代理人。 自动代表是党内高级领导人, 他们在大会的第一轮投票中不投票, 但在后续投票中起到关键作用。 七、大会投票程序。 在开放大会上, 每个候选人需要至少300名代表的支持, 才能参与点名投票。 每个州最多只有50名代表, 可以签名支持某位候选人。 如果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候选人获得多数, 将进行第二轮投票, 并且超级代表将加入投票程序。 投票将继续进行, 直到某位候选人获得多数代表的支持。 八、 潜在的后果和挑战, 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党内的分裂和混乱, 尤其是在开放大会的情况下, 党内领导人将需努力控制局势, 确保迅速达成共识。 开放大会的情景自1968年以来未曾出现过, 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具有戏剧性和不确定性的政治事件。 总之, 拜登如果退出竞选, 民主党将面临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过程, 来选出新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过程将涉及大量的政治协商, 策略性决策和可能的内部竞争, 以确保最终选出一位能够代表党 并在总统选举中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谢琪琪, 你还记得1968年那场灾难性的民主党大会吗? 搞得跟《冰与火之歌》里的血色婚礼一样混乱。 如果拜登退出, 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一场精彩的政治肥皂剧。 先不说代表们可能会争相拉拢, 甚至为了一票争得头破血流, 光是幕后的交易和谈判 就足够让我们吃瓜群众看半年。 这对民主党未来的选情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这样的混乱状态只会给共和党送上礼物, 让他们在旁边偷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哈哈,这篇文章真是一场令人目眩的政治马戏团。 拜登如果突然宣布不再参选, 那民主党就得像是走钢丝一样, 小心翼翼地选出新的候选人, 还得在选民开始提前投票之前搞定一切。 简直像是要在狂风暴雨中完成一次整齐而优雅的芭蕾舞表演。 首先,拜登的代表一瞬间就变成了自由人, 他们可以选择支持任何人。 拜登可能会推荐副总统哈里斯, 或者干脆不推荐任何人。 这些代表不必盲从拜登, 但你知道的,忠诚嘛, 总是有些影响力的, 他们可能会听从他的建议。 接下来,党内的领袖们将会试图在正式大会之前就把这事而搞定。 民主党计划了一次虚拟投票, 原本是为了在俄亥俄州提前投票截止日期前确认拜登为候选人。 这次虚拟投票也许会被取消, 但如果不取消, 大会之前就会选出提名人。 这样一来, 大会就不用变成一场政治版的全武行。 不过, 如果党内无法达成共识,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看到自1968年以来首次开放和有争议的大会。 这场大会会像一场小型的初选, 代表们会被各路候选人游说, 试图拉拢到手。 开放大会的混乱程度可能会让人联想到电影中的混战场面。 想象一下, 州党领袖们在酒店、 酒吧甚至洗手间里到处寻找代表进行拉拢, 这场景可真是令人捧腹。 如果第一次投票没有结果, 那么还会有第二轮投票, 这时超级代表们就会进场。 他们可都是党内的大佬, 包括前总统、州长、国会议员等等。 从第二轮开始, 他们的票也算数了。 这些超级代表就像是终极大招, 一旦他们出手, 局势可能瞬间逆转。 要是到那时候还选不出人来, 那就会一轮接一轮的投票, 直到有一个候选人拿到多数票为止。 整场大会变成了一场持久战, 这剧情简直比好莱坞的大片还要精彩。 总之, 拜登如果退出, 民主党得为选出新候选人 上演一场高难度的政治大戏, 不仅要应对党内阁派的角力, 还得在选民面前保持体面。 这样的场景虽然有些疯狂, 但正好展示了美国政治的复杂与多变。 也许最终我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一场政治大秀, 哪怕后果不一定理想, 至少过程是相当精彩的。 准备好爆米花, 这场戏即将开演。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